星星区的巷弄最近被人发现出现了这样子金色的水沟盖 仔细看上面印有龙凤的图案 还有市长韩国瑜的Q版样貌 而现在就被质疑说是不是在抱市长大腿呢 而一手催生这款特色水沟盖的里长说 之前就有打造类似可以防臭防登革热的特色水沟盖 只是最近把色泽改了一下 也呼应市长发财口号才会喷成金色的 他也希望有机会可以让市长看到 雨水沿着斜坡流进沟盖 但只是这盖面上金黄色泽特别显眼 上面印有龙凤图案 甚至还有一个Q版的韩市长 这个mark不错啊 所以我们就也把它印上去 因为人家看起来是市长啊 这让人一看就知道水沟盖在高雄 只是图片被po网惨遭网友批评 根本就在拍马屁 甚至还有人说长得好像明治 很不错 更有高雄的邻居力 这种很不好 在观感上在视频上还有在一般的民众上 我是接 以我来讲我是很不赞成 民众对于黄金水沟盖看法两极 而上面图案其实是当地得胜里长 吴三雄的创意 几年前他争取经费 在里内设置的防纹防臭水沟盖 先前就曾进行图案彩绘 而这次会改成金色发大台水沟盖 只是希望能被市长看到获得认同 这东西不会掉在水沟里面 水沟就保持清新 这个里长是民进党籍 他讲得很清楚 他也希望高雄发大财 高雄人大家都觉得高雄发大财 觉得非常的开心 然后也愿意在各种方面的表达 包括一些小物啊等等 那我觉得我是乐观其成 巷龙出现韩市长Q版水沟盖 韩国瑜自己乐观其成 但只是水沟盖推广 本意是防纹防臭 却招质疑是在拍马屁 却恐怕也让里长始料未及 解消据的高雄报道